巧鑫呢 他就出來指控了啦 反正他就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結果我說 發現四方電訊的董事長 好像是總統的親信耶 然後總統府就說 沒有 沒有 不持指控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今天巧鑫他在質詢的時候的 一個內容 好 看一下 那這些伺服器裡面的資料 子公司可以提供或者販售 給政治人物或政黨嗎 子公司不應該取得這些資料 看一下你們子公司是怎麼樣 跟民進黨來做合作的 四方電訊跟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期間 數據費用 數據分析 分析數據費 輿情分析費用 輿情監測 所以我想問一下中華電信 當我們合作的子公司 我們的機房 我們的伺服器 裡面的內容是可以出售 給特定的政治人物 來做數據分析 輿情分析 輿情監測的嗎 四方電訊的IDC主機裡面 會有民眾的資料 有還是沒有 這可能要稍微分離一下 IDC客戶本身 放在IDC機房裡面 伺服器的資料 當然就是會在 有回答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你們說你們跟世方電訊 主要的業務是寬屏電路 跟IDC機房基礎設施租用租賃 但是我講到現在 你說不清楚你們的合作細節是什麼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發現了 就是剛剛這個巧欣 這邊已經有去提到 看起來好像呢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一點關係 我先講一下 這個總統府不要以為 你說了一句不實指控就沒事了 惡意造謠這樣就沒事了 我覺得NCC一定要查清楚好不好 我覺得NCC應該會避重就輕 可能會輕輕放下 我跟你們說 這次我挺總統府 真的嗎 怎麼說 你們說為什麼挺他 因為他不是賴清德的親信啊 他不是賴清德的親信 各位 贏得大戰沒有結束 贏得大戰沒有結束 就是延長賽是不是 他是蔡英文的人馬 剛剛沒關的啦 這不是我們的人馬 賴清德 我不是賴清德的親信 好不好搞清楚我的主人是誰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後來發現呢 這個釋放電訊的這個董事長 他好像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就覺得 跟這個賴清德好像有點點關係 跟大家說這個叫吳彥宏 那他是新潮流大佬 他也是前海際會的董事長 洪其昌的助力 所以大家就想說 他到底是不是跟賴清德 好像很熟悉呢 是不是很有關聯呢 跟大家講 除了吳彥宏之外 我來這邊有跟大家 就是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中華電信裡面啊 之前這個前立委 就是林一華 他已經有整理過一份 就是中華電信的子公司的 政黨關係任用人的一些名單 然後裡面就畫到 洋洋沙沙沙 洋洋沙沙 這些名字我就不一一多念 但後來發現 都跟民進黨政府 非常的有關係 然後再來 黃國昌委員今天也報了 他說嘿 沒錯 這個董事長就是新潮流的要員啦 不要再躲了 不要再裝了 那後來呢 這個黃國昌他也在加碼說 他說你看喔 還有另外一位新潮流大將 行政院的前發言人陳忠燕 因為之前這個小雲 好在嗎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他當時在擔任 台南市民政局長的期間呢 去發包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輿情監測的分析服務案 欸 就是四方電訊得標的 大家評理 評評理 監察院啊 四方電訊 獨厚特定廠商 合理嗎 合理嗎 曾韻覺得合理嗎 其實我覺得喔 我覺得這一些 不管是做這些監測也好 或是數據也好 現在其實基本上業界 它其實常常善用在 各種不同的行銷平台上面 其實這都是已經是 行之有年的事情了 只是 各位 他們過去的得標案件 是針對民主進步黨的使用 還是針對中華民國 所有的我們整個國家的 政策願景方向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喔 對 沒錯 有差很多喔 你今天如果說用人民的納稅錢 去分析台灣現在的走向 台灣現在我們現在整個大環境 到底哪一個環節 民眾的民怨到底哪一個比較高漲 去分析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但是如果你是用來去分析 你民主進步黨 接下來的下一步選戰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樣去弄湊你的對手的時候 這就有問題囉 各位 你的納稅錢 就是這樣被偷走的喔 大家為你黨國不分耶 對 這當然啊 黨庫 國庫通黨庫 我跟你講民主進步黨最喜歡說的 對 不要這樣子小編 不要亂通 早邊不要亂通 再講你就要講到陳明通囉 他同時又被拖出來編 各種通 各種通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也不是四方的問題 大家不要被轉移目標了 不要被轉去 而中華電信的子公司NCC要查 各位 今天的問題真結點是什麼 是王毅川 他在節目上信誓旦旦的說 他有這些資料 他有去比對 後來要說沒有 沒有 沒有之後 他就說用膝蓋想也知道 結果北檢問訊的結果出來是什麼 是在什麼什麼的會議上面 談論了這一份資料 裡面的與會人員有 謝謝謝謝 各位 千萬不要被這間子公司 而去左右了 子公司過去的一些 弊案問題等等的這些關係鏈 更在在證實了 王毅川 你一個檔直 而且還是一個不被待見的檔直 有一位網友說小手快要被敲 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 OK Sorry 我綁住自己的手手 好小 手手 沒有 我跟大家說的簡介 他已經斷了一指了 我跟你講他已經斷了一指了 沒有 是 那飛指不是真語弄斷嗎 不是 我 我的還沒有 我跟你講還好他不是食指斷 那有點尷尬 對 可能變主席 對 可能又來了 反正總之拍我手可以吧 這樣應該就不會斷了 好 就是跟各位說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講這種 我們等一下氣氛的時候 要有一個節奏感 真的 真的 太氣氛 太氣氛了 好 反正總之大家就是 現在不管是許曉信也好 或者是我們國昌老師也好 他們去查的弊案 那些都是不能被放過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們被監控的事實 不要去忘記了 王毅川你在什麼樣的會議 你在什麼樣的會議 可以竊取國家資料 這個是重點 那大家現在就開始 我們現在都歸到中華電信 出來幫我們背鍋 四方子公司出來背鍋 那誰誰誰NCC出來背鍋 沒有 是王毅川 你的資料到底哪裡來 所以各位不要放棄五川好不好 不要放棄他 不要覺得他被切割 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要給他滿滿的關愛 大家不要忘記重點人是王毅川 對 重點是 他開始一直在那邊 開始被彎來忘記 而且我覺得啦 王毅川現在也是這樣 好啊 你們切割我啊 我就全部都照實講出來 要使大家一起死 以為可以切割我嗎 對 好不好 八個在同一條船上好不好 所以 我覺得就是 基本上啦 我覺得 過去八年來 我覺得有一些這些什麼 閉案纏身 大家也應該也是歷歷在目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人民到底有沒有辦法 免於被監控 這個才是重點 如果說今天 連一個政策會的執行長 都可以看到我們國家 所有人的資料的時候 你不覺得可怕嗎 毛骨悚然 你不覺得你今天走出去 王毅川都開始在監控你嗎 他們在滑手機的時候 對 王毅川一起瀟 大家不覺得很可怕嗎 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們追求的就是 民主自由的國度 但怎麼現在我們似乎還比 中國大陸的監控 還要更可怕 人家還有天眼明著告訴你在照你喔 真的 但是我們不是耶 我們是你只要走到這個會場 你這個是好不好 你這個是接近比較白的 白的色彩 你是小草 你是來攻擊我們 開芭樂票的民進黨的 就是你們這些人 你不是青鳥 你是小草 對 你是誰 還是小蔥 對 小蔥 小草 還是芭樂 還是什麼的 這些全部都被民進黨 禁修在眼底 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啊 就包含到說你看 現在卓榮泰 他本來是民主進步黨的主席 然後現在變成是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的隔魁 各位 我們的黨庫 國庫通黨庫 我們已經拖成這樣了 請問一下黨產 要不要用黨產條例 來去好好的辦一下 我們民主進步黨 而且我覺得的確就是 其實重點的確是網易傳 那現在就中華電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講過 那個大數據總監里程尾嘛 那個時候先跟大家提過 中華電信的一個關聯性 那現在就四方電訊被拖出來 所以他們今天也發聲明 就說沒有啦 我們怎麼可能會給這些 隱私的資訊 我們也沒有 再切割一刀 對啊 我們也沒有涉及任何 就是跟這些客戶啊 我們有一些什麼 不當的連結什麼話 他做了一個澄清 但感覺好像也有點避重就輕 甚至他有沒有一個 說謊的嫌疑 我覺得這個其實NCC 他必須還是要調查清楚的地方 你看喔 他有沒有說謊這個嫌疑 我覺得可以從誰 昨天林友昌開記者會的時候 不是說就有記者問他說 許曉心就是說了 你們這個會議怎麼樣怎麼樣的 笑死了 對 然後有他回應的 沒有 但是你可以稍微簡介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喔 就是有沒有 寶貞也有回應了 他的回應露線的地方在哪裡 不敢面對問題耶 不敢針對實質上問題來回覆耶 因為當記者問他說 許曉心有爆料喔 就是說你們的會議怎麼樣怎麼樣 林友昌他不針對問題回答 他跟你說 所以許曉心在監控我們 進黨囉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有人看不下去 然後就是有內鬼把資訊流出來 你先去找你們黨內的臥底吧 好不好 誰要被監控啊 我們要保護好不好 我們要保護揭蔽者 好不好 吹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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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們要保護吹哨者 但是呢我相信喔 現在這種就是一個窩裡 也不能說窩裡煩 因為他才是真正有民主進步的 核心價值的人 他才會就是看不下去 因為你們確實 你們在用國家的資源 然後去做你們民進黨 自己的黨國利益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 你的黨國利益 是建築在人民被監控的狀態之下 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各位 我們線上的朋友們 我們真的就是要好好的 繼續去追查 這一些我覺得今天呢 你就算說那吳彥宏啊 不是誰誰誰的親信啊 不管是怎麼樣 不管你今天是 小英的親信也好 賴清德的親信也好 蘇貞昌的親信也好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綠有有 這是你們逃脫不料的事實 沒錯 那最後跟大家 補充一個事情喔 之前在聯合報 2020年的時候 有報導過一個 所謂的整理喔 也就是說呢 蔡英文當時這個政府 她大概將近四年的時間呢 有幾位就是比較親民進黨的人士 這幾個 那他們呢 其實竟然擔任了 744件的標案的評委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哇賽 是御用的評委是不是 那這樣會不會在審查的時候 就會有不公正的疑慮 那重點來了好不好 這位林玉慧 大家可能也不陌生 這個也是三立的常用名嘴喔 三立民視 對 沒錯 帶風向的風向頭 帶風向的風向頭 對 好不好 她呢 這個當時2020年的時候 還是四方電訊的顧問喔 全部都連起來了呢 是不是各位 所以我才跟你說 她真的不是賴清德的親信 她已經當了蔡英文的親信很久了 所以你們不要誤蔑她 她不是賴清德的人 這是跟新潮流有點點關係啦 對 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被她爆出來 就是因為賴清德就說 我當初就是被你們這些人搞的啊 記不記得當初賴清德 是怎麼樣跟蔡英文說的 請蔡總統不要用網軍攻擊我 各位 現在是不是 事情越來越明朗了呢 事情越來越明朗了 沒有錯 所以這個 大家這樣看下來就覺得 細思極恐 是不是 真的是細思極恐 好不好 所以 她只一個一個這樣子 抽絲剝繭拉出來 就覺得Oh my God 太可怕了吧 好吧 但重點就是 曾宇所說的 王毅川不要再躲了 我們不要放棄拱川 我們不要切割他 不要放棄拱川 真的 拱川這層樓不能跌 好不好 各位 這個樓繼續蓋下去 好可怕 好可怕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吧